清明四天的廉假 金风箱垃圾轻运将做调整 为了要避免乡亲居家的垃圾堆积太多 三日将会安排收全箱的垃圾与资源回收 另外在最南端的达人箱 清洁队则是依照平常的轻运模式 不休息 清明四天廉假即将到来 金风箱轻运垃圾将做调整 仅有四月三日安排收全箱的垃圾与资源回收 民众可要注意了 因为在最南端的达人箱 则是为了避免廉假垃圾堆积太多 因此清运的时间照常运作不休息 我们还是按照平常收垃圾这样 我们按照我们的进度 每天就是按照 你有教育就还是要收垃圾啊 连居家旗游客到南回地区旅游 恐会制造许多垃圾 也呼吁游客不要乱丢垃圾 而乡亲的自家垃圾也务必放好 避免环境脏乱 记者长姐金风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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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